35岁印尼籍苏信移工因为染毒 而结识毒品圈中的其他移工 日前他竟然一想天开 找来三名同乡 组成贩毒集团 利用进口运动器材的名义 把安非他命藏在夹层中 再从马来西亚寄来台湾 企图谋混过关 但警方早已接获通报 寻宪江苏贤等四人全数查气到案 并且依照毒品罪嫌送办 看似平常的运动器材 但打开面板一看 夹层内竟藏了八包的安非他命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日前接获海关通报 指称有人利用进口健身器材的名义 实则运输毒品到台来贩售 经查获后发现 该贩毒集团竟是由四名外籍移工所组成 经查这个器材是属于脚底按摩的 一个运动健身器材 那嫌犯是想要规避警方查气 采用这样的长期毒品的方式 非法运输来台 四名犯前当初均以合法名义 申请来台移工 那与警方查气时 安信及苏信幕后祖贤 已经沦为逃逸移工 并从事不法犯行 警方表示贩毒集团祖贤是35岁的 印尼籍苏信移工 因为懒毒而结识毒品圈中的其他义工 日前他竟然意想天开找来三名同乡 组成贩毒集团 企图将安非他密藏在运动器材内 从马来西亚包裹入关 没想到第一次犯案就配查获 虽然过程中因为语言不通 增加查气难度 但警方依然气而不舍 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抽丝剥剪才顺利将四名外籍移工 弃捕归案 并依毒品罪嫌移送法办 介诚伯瀚台中长报道